9. 《文匯報》 科大破格修科研女得獎中五生 2015年7月18日香港新聞A 09香港《文匯報》信 記者歐陽文綫,不少人都希望透過考獲優秀成績升讀大學 但其實考試並非入讀大學的唯一途徑 科技大學近日就因為拔稅南書院中五生雷遷宏於 不少科學比賽中獲獎無數,年僅十五歲時以除外國學者參與科研工作的突出表現 在雷遷宏未有考任何公開試下,破格取錄他入讀該校理學院 今年十七歲的雷遷宏,爭於多個本地和國際比賽中獲獎 例如於2012年時就於第十屆國際初中科學奧林匹克香港選拔賽獲一等獎 2013年始於世界數學測試、數學及解難、獲得雙幽等 他竟爭跟隨學者到美國和越南考察雨林 也征服美國實驗室進行二十日的納米黃金研究 雷遷宏至中四由陪正中學轉讀南北後 更有機會跟隨南北校友 香港大學醫學院肝細胞及再生醫學研究組總監理登委到海外 參與國際性的肝細胞科研活動 雷遷宏向傳媒表示,自己透過非聯招途徑向廣大和科大作出入學申請 最終獲後者錄取,科大則表示,目前該校今年只有一人獲破格取錄 強調校方採取審慎態度、嚴格因選、致力招收擁有不同專長的學生 並表示該校設有完善制度,確保為每一位學生提供適切的學習與成長支援 港大、中大、針大、理大、兩大則回覆本報指今年沒有破格取錄 оз金属 嘖 《展現》 雷